原唱车还装的都市中 有些无主 在现实中把梦想追逐 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坚持才能成功 走出万贵的人们梦恨执着 能够实现的会有很多 再多苦和泪 还得抗着 做一个真实的努力 努力 努力 成功就在那里向你招手 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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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自己逃避的借口 是董小姐吗 你是吴医生的 对对对 快请坐 快请坐 不好意思 堵车迟到了 没关系 我也刚到 董小姐 你比我想象中漂亮多了 来 我帮你看一下 你这张脸如果再稍微调整一下 比金喜善还有漂亮 吴医生 你太敬业了吧 这都下班了还讨论工作呢 好 来 喝咖啡 嗯 好 好 不谈 不谈 你呀 比较温柔 说话跟小梅羊一样 来 来 我呀 你是不知道 我是个多么不幸的男人 我老婆要有你三分之一的温柔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好痛苦啊 生不如死 她的心比真尖还小 肚脐心非常强 而且啊 她还监督我 跟踪我 查看我的手机 我一点隐私都没有 我现在生活特压抑 简直没法过了 医生 您还是佳佳长的啊 佳 佳 佳佳 佳佳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 离个婚 然后娶一个像你这样 善解人计的女人 对不起 这 这是谁打电话呀 这 老婆 工作呢 走不开 刚才有个韩国客人 点名要我给他做 好好好 对不起了 宝贝 你 你看 刚出门不到五分钟 电话就追过来了 吴医生 您就没有想过 给您的老婆也调整调整 她呀 基础太差 调整不好 要不 咱们还是聊一下课程的事情 好啊 佳佳 您有男朋友了吗 有了 做 做什么的 是我的同事 没关系 我不介意 我和她公平竞争 吴医生 您真懂 我 我没开玩笑 我是真心的 我第一次接到你电话 我就被你的声音迷住了 然后 我简直无法想象 没有你的日子 我怎么过呀 可是您有老婆 那个荒脸婆 你怕她干什么 只要你答应 我立马在北京 给你腾一套房子住 你看看 你看看 电话又打过来了 太烦人了 哎 哎 老婆 刚才不是没听见吗 没有 没有 我身边真的没有姑娘 我对你的爱 你还不知道吗 我的心全部放在你身上 其他那女人 我看我都不看她一眼 亲爱的 晚上想吃什么 我猪蹄 好 我这就给你买去 哎 姜姜 等等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你算是又来了 还是一直没走啊 我没走 你就十几个小时 一直在这儿坐着来点 啊 哎 哎 我说你到底你想干吗呀 我 我就想让你 去我们那个西梦小上课 我说你自己你的小子 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啊 哥 你你就当我有病 你这不也下班了吗 你没啥事吧 你就坐着去 你听我说了你行不行 你要不听我明天我还来 行行行行 你算 你算 哥 反正我说啊 你 你也别生气 你想想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这个店 他为啥生意不好 他为啥要管门 就是 就是因为你之前做做做生意的这个方式不对 你这个我们叫企业理念有问题 对吧 你想你看你之前怎么挣钱的 坑人 骗人 赚黑心钱 你别不承认我在那时候你就是这么大的 对吧 你想你这么赚钱了 这 这边这小区就这么大 这 这养狗的就这么多 人家上一回当 人家还会上第二回当吗 那你这就没有回头客 你没回头客 你这店不就不就开不起来 不回头不就就得关吗 我们那个客吧 他好就好在 他就是专门针对你们这种企业 去给你们设计这种 精神理念啊 凭良心 凭 凭这个本事 踏踏实实地挣钱吃饭 反正就交很多 对这个企业有用的东西 我知道你可能看不起我 或者怎么样 反正 我已经自己 已经做完决定了 我把你的那个 上课的那个报名费 我已经给你交完了 我之后来找你呢 我就想劝你去 你能去就去 你去不了去当我这钱 我就扔了 我白瞎了 大哥 你说的话我先听明白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 因为在我最穷的时候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 我 我没有工作 我走到这儿来了 我在大门口坐着 你就让我上你这儿来干活 你给了我口饭吃 我想 我想谢谢你 一千 一千 一百 一千块钱呢 你怎么晚上回来呢 我去那个 我去田径里那儿吧 吃饭了 你干啥呢 算你的工资加提成 有一笔钱怎么都兑不上 你是不是存私放钱了 我咋子不拿看 那有一万块钱 怎么怎么都兑不上呢 你干嘛还了 就是那啥 快说 那个 那个 田径里嘛 就是 就是 就给他交他上课的那个 课程钱 他那个医院啊 这快倒闭了 我就行这儿就帮一下 是吧 你 你 你能不能成熟点 别老干这种傻事 你怎么能是傻事呢 如果给交课程钱了 他因为他 他业绩不好嘛 效益不好 你等他医院效益好了 他不就还我了吗 对吧 打接条吗 都认识大傻接条 那一万块钱呢 你说给人就给人了 你咋不给我爹 宵敬我爹呢 那咋 你这这咋是一回事呢 那那那村里里有钱 你愿意打宵敬你爹 就打宵敬你爹 给你爹拿不就得了吗 这这怎么说话呢 这这钱不是你让我管的 你让我对账的吗 那你拿钱了 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怎么对啊 我不管不管 自己弄的 我回去了 你回去干啥去 我错了吗 贵花 你别走 贵花 喂 王教授 我 什么什么装修出问题了 你的房子装修出问题了 你们小区所有的房子 装修都出问题了 那你别着急 我这样我明天去找卢总 行不行 我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啊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好嘞 贵花 咱俩以后能不能就 别因为钱的事吵架 能为吵架 我这心里就 就特别特别难受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小鹿啊 他在那撞 乱撞 大哥 你也别怪我唠叨 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啊 你帮张楠 十万块钱你说给就给了 这一万块钱你又说给就给了 你就没想过家家以后 还得买车买房还得养孩子 是 人家那个 就等那个医院效益好了 人家不就能把钱还上了吗 再说张楠现在每个月 这不也都还咱钱吗 对吧 那十万块钱呢 他每个月就还那么一点 什么时候能还完呀 再说了 万一咱们要是有个急用的话 谁帮咱们呀 这我跟你想的可不一样 你想 我刚来北京那时候 我 啥也不懂 啥也不会 我来了一圈二百的 不全是靠什么刘哥呀 夏总啊 就这些人 那高博 老虞 这些人帮助我吗 那咱现在有钱了 咱就帮助帮助别人 不也挺好的 对吧 你 你放心 我以后我肯定 我能让你住上房子 给你开一扇打机车 放心 我努力工作努力干活呗 就你这样 买房子还真难啊 那难啥呀 我现在我这么努力 我现在越挣越多了 不过以后我肯定 我给你买一个 我给你买个大房子 我给你买个二层楼 行不行 我给你买个大车 大的那种 后面拉个大箱那种大箱车 我在里面给你弄一家 是不是 然后我也像别人似的 就给你人不有钱嘛 都抱条小狗 我也给你买条小狗 买条那叫什么小贵宾什么的那种 我不给你买狗 买狗酥 我给你买个羊 行了行了 买个羊你抱着 多多多有气势 你别动了 你别想小孩是坐上面的 多冷啊 凉屁股 你下来吧回家吧 来 拿钢子 走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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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说吧 你们事情怎么弄这样的 怎么搞的真是 刘总是我多年的好友 跟我们合作多年了 一直都挺好的 这次装修工程 也是我承包给他的 可没想到 他把这工程 转交给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并没有合格资质 他们为了赚钱一次充好 用了不达标的产品 还买通了这个环保部门 做了合格的评估 你把工程交给他 通过招标了吗 通过了 通过了 我看是走走行事而已吧 你们是不是早几天 就早熟下了 这个 现在都这么做 他们找了几家公司来赔标 这个人 我也是之后才知道的 不过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样啊 这个事情 咱们以后再说 事情是你们搞出来的 我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 一定把事情给我解决好 要不然的话 都给我走人 出去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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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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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这 那承报商 主要用国际品牌 结果以为列整货 出事啊 那 这什么那些 那些承报商的装修 承报商 出事早就跑了啊 鲁总呢 鲁总 他正烦着呢 我先过去啊 好 站一下啊 你别过来啊 来来来来 来 喂 夏总 达克 你在哪儿呢 你赶快回来一趟 这边有点事 我在卢总这儿呢 卢总那个房子 卖房子出事了嘛 就是那个装修的那些 都用的什么假冒伪劣的 然后来了好多人 正在闹的 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我这边一晚我就回去 我去看看卢总 卢总 达克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我来看看你 看我什么呀 看我笑话啊 不是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咱们 帮上什么忙 我这儿出了天大的事 你能办得了我什么呀 没事 这 犯错了就改成错误了 对吧 都过去 都能过去 改 你说得倒挺容易的 我怎么改啊 那不就是这个房子 我就闺了整个房子 政府房子 用的爬好 您把它撰向 自己总得ILL 小姐 你一直看 你也得砸 我告诉你为啥 如果你不砸了 你说以后 谁还上你这儿来买房子 你比如说这套房子 你再盖楼 都没有人上你这儿来买房子 你说说我这事 我这笨子怎么这么窝囊 你不是窝囊 那你说买房子的人 他也窝囊啊 你说人家花了一辈子的积蓄 甚至有的人 花家里黄几辈子积蓄 买个房子 就房子装修有问题 人住不上 然后有的人都住上了 那房子质量什么不好 人家得了病 你说这怎么办 这不坑人吗 大哥啊 你说的理是这么个理 可是这个行不通啊 就算是我同意了 那些股东们也不会同意的 这损失太大了 这公司也可能就倒闭了 你知不知道 倒闭不倒闭 股东同不同意 那就得这么看啊 那股东不同意 到时候你股东才办 你让他们同意了 这这必须得这么看 你这不坑人吗这不 陆总有人找 你怎么了 你必须这样做 这是你的责任 女儿 各位业主 我就是鲁都明 我非常地惭愧 非常的内疚 在这儿 我给各位业主赔罪了 你们经过仔细的考察 认真的比较 最后下决心 买了我们公司的房子 有的人用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甚至于是几代人的积蓄 买了我们的房子 这是对我们莫大的信任 可是我们的房子装修却出了问题 失去了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 是 责任 是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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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代表公司向各位业主表态 所有装修不合格的房子 全都给它砸了 进行重新装修 一定要让各位业主满意 至于你们那些损失 我们公司会无条件地 给一赔一尝的 谁信 我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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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大家既然不信 现在 我就带着你们 去砸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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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去看看你吧 孩子睡了 睡了 这药快凉了 快喝了吧 哎呀 年轻的时候啊 是拿命换钱 老了以后拿钱换命 早知道这样啊 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花点时间 陪陪家人 快喝了吧 这屋里怎么这么大 中药味啊 这 您生病了 这 调理一下 调理一下 那没事我上楼啊 别别别别 你先别走 你 你来 坐坐 我跟你聊两句 来 坐坐坐坐 那我去热热中药 来 有什么吃香啊 我听说你最近在公司干得不错 你听说 夏天说的吧 我就知道 他是个奸戏 你别冤枉人家啊 人家又不是因为跟咱们家这什么关系 人家才咱们都管你呢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玩儿 我要他晚 你别不知好歹啊 不 夏天这姑娘可挺有本事的 你可得好好跟她去干 说实在话 当初我送你去新梦想 就是有点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意思 爸 您对我就真的这么绝望啊 反正至少是没抱太大希望 老爸 您啊 太累了 您看您的头发掉的 要是再掉点 您跟我这小妈出去 会引起误会 这 这没两句话又没证情的 是吧 您今天找我就在这儿 晓鸥 看到你现在的变化 我想告诉你我很欣慰 继续努力 继续力量 争取以后 担当一些更重要的职责 您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 去去去去去去 注意头啊 我看呀 高博啊最近赌事多了 是吧 是啊 说明夏天这姑娘还真有两下子 明远 你看 高博是不是应该替你分担一些公司的事了 最近你身体这么虚弱 还不再等一段吧 你看我这心得和体会写的还行吗 嗯 挺不错的 比上次做别字少了五十个 我这次查字眼了 好习惯 思想也进步了不少 能得到夏总的表 好啊 那就光宗耀祖了我这是 喂 大根啊 卢总 你现在在哪公司吗 我在公司呢 和你们相同在一块吧 在一块呢 上一次啊多亏了你们 要不是你们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好啊 你这太太太热情了 盛情难却呀 你这弄得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那就这么定了 好好 那就这么定了啊 拜拜 谁啊 鲁东鸣啊 干吗 什么热情 什么盛情难缺 他要干吗 想请咱俩吃饭 什么叫做咱俩呀 那吃饭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就答应了呢 你 你 你不是说我 有的时候我在外面 我的形象就代表着 我的公司代表着你吗 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 你就 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你就答应跟人家吃饭 那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 这 这我都答应人家了 你 你看看 不行 不行 这饭局我绝对不能去 要去你就一个人去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你真不去了 我去 我 行行行 那我就去这一次 就这一次啊 你今后不能这样了 你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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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一切处理了 结合一切处好了 嗯 嗯 约几点钟啊 是不是晚饭啊 别 别晚饭 晚饭时间太长了 这 那约中午啊 我跟她说一声 您 您好 请问董教教小姐在哪儿 这是她的快递啊 哦 那个 董教 你帮 那个 行 谢谢啊 那麻烦您签收一下 好 嗯 行 谢谢 再见啊 来 再见 再见 终于找到你了 我盘呢 董教教的小朋友 给我的啊 别激动 快递员刚走 不是你送的 我要是送 那就得送你一盒药 什么药啊 专制相思病的相思灵 一日三次一次一百五十片 你怎么说话的嘛 给你送门外台提我真是 什么孩子 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谢我看啥呢 要没有你的话 你们夏总 怎么肯愿意陪我吃这顿饭啊 就算我不来 我想夏总也一定会来的 是吧 那可不一定啊 大根是个实在人 咱们在一起能吃这顿饭 我真的挺开心的呀 要不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员工李大根 答应了客户的饭局 我夏总是不会来的 哎呀 咋怎么这么说呢 人家请吃饭 这不吃白不吃是吧 工作饭就吃 私人饭就不吃 那私人饭也是人家花钱 那咱吃了不不也挺好的吗 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 你是 那就得听我的 但是卢总他也不是外人 他不是你失散多年的爸爸吗 对吧 好了好了 夏天啊 我知道你 一直还在恨着我 我不恨你 我 我恨你什么呀 咱俩又没什么关系 对 夏总哪能恨你 哪有女儿恨 恨 恨 恨爸爸的 对吧 都说女儿是爹的贴身小棉袄 女儿是爹的贴身小棉裤 你猜是棉裤呢 你猜是棉裤呢 夏天 你妈妈还好吗 特别好 她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那我可不知道 那是她自己的私生活 但是给她打电话的人 倒是挺多的 我跟你们说呀 人呀 只有当了我这把岁数以后啊 才知道 这争名夺利啊 确实没有什么意思 人有一个自己好的家庭 那比什么都重要 夏天啊 我又离婚了 我离了好几年了 你又离婚了 真是恭喜你啊 卢总 你又离婚了 你又可以找一个了 多好啊 这咋子 人离婚 你爹离婚 你恭喜你爹干啥呀 有你什么事啊 夏天啊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才知道了 你和你妈妈 对我有多重要 我这一辈子 做得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离开了你和你妈妈 我 我真的对不起你们呀 你让你让我上次走走 你坐下 别给我抖那小心机 夏天啊 我知道 你恨我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 你能原谅我吗 怎么原谅 你 就这一杯酒啊 你觉得就这一杯酒 能够抵消掉我妈的青春吗 是啊 卢总您是找了一个又一个 我妈她这辈子就你一个人 夏天 行了 我觉得卢总说得我自己 都挺难受的 你说这这当孩子 在想说 想说 想说你继续服务 对吧 我我爹那个时候 从来没向卢总这么跟我说的发 那从小天天掉起来打 我也没跟我说不是啊 你来吧 我为天下这个 天下的服务 我喝一喝 喝一喝啊 喝喝啊 那个 我公司还有点急事 让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陆总的午餐 那个大哥你送一下 哦 他能陪我吃顿饭 已经很不错了 放心吧 以后会有更多的 我送你回去 走 好 说实在的啊 你爸这人啊 还是不错的 是 当年啊 他做得是挺绝情的 害得我们母那两个人啊 吃得不少苦 这男人嘛 就这样 不过后来 也帮了我们不少 也算是有情有义吧 妈 你是不是现在还爱着他呀 什么爱不爱的 我也说不清 不过 没事儿的时候吧 我总想起和你爸在一起的日子 有时候做梦啊 也会梦到他 这女人呀 就这样 这感情上的事啊 不是说可以忘记 就可以忘记得了的 这谁啊 鲁东铭啊 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 就跟他说一遍 你这个丫头 不说 你自己一个人 坐在这儿你难不难受啊 你既然现在还爱着他 你就要告诉他 省得自己这辈子后悔 好了 开玩笑呢 咱们才不理他呢 是吧 大根 又看业绩表了啊 有何感想啊 除了少 没啥感想呢 你看看哪个队啊 最后我们队 三十万 你说这怎么比啊 大根 你们队跟我不队 真不是对手 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你们队吧 也都挺中工 也都挺努力 可就是不给力 为什么 因为这劲啊 都没用到点子上 走吗 什么点子 人家不都说了吗 销售全凭一张嘴 是吧 你看你们队那几个人 一个个都跟你似的那嘴 跟棉裤腰似的 你再看我们队 我就别说了 董娇娇 人长得漂亮还能说会道 初期单来那也是一溜一溜的 是不是 你说你们队那几个人怎么比啊 所以说 你们队跟我们的对比 只有一个字 舒服 再说现在还没到日子呢 没准明天我们就追上来 我相信 我们队员会追上来 那行 那我就等着你追上来啊 什么 我这个人啊 平时喜欢跟文人打交道 也喜欢写简化话 说句实在的 我对我的生意不太感兴趣 平时就是寄情于山水之间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无止境 我不像那些土老板 干什么都是为了钱俗起 红总 我跟您这么说满屋 我觉得您说得特别对 就我今天一到您这儿来吧 我一看您这满屋的这些收藏的字画 就知道您是一文化人 不像一般的老板 有点钱就俗气了 就真的像您说的 那您平常 那您要是是收藏画的话 您是供人物还是供山水啊 当然是山水吧 得看 那 那黄祖您平常 您这 这山水画您供什么派 哪个派啊 我是博才众家之常 自成一派 简称黄派 我的外甥跟我开了个玩笑 说我是蛋黄派 蛋黄派是吧 对对 那这外头真可爱 小孩 这里是有文章的 我喜欢在画画的时候 往墨里加点鸡蛋 追求一点油画的感觉 您这么一说 一听那就知人是内涵 您知道吗 我看看您这几篇画啊 您这还清晰上桌图呢这是 不是 这不 摸瞎吗这不是 你小心点 很贵的 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那个 黄总 那个 黄总 我问您个事啊 您这 这幅画您什么时候买的呀 我今天上午刚花打价钱买的 还没物热的 黄总您 您这画您说是您上午买的 我实话实说啊 我怎么觉得不像是上午买的 您这像是上午画的呀 我这 我刚才碰了一下 您看这 这手上摸 不可能 不会受潮吧 受潮的不可能 咱这北方天气 这 这天多干燥 还能受潮 您 我 您 您不会是 让人给骗了吧 黄总 不可能 我都找大师看了 不是 您找大师 现在大师有好多都是假的 画画那个 画画假画找大师 给大师点钱 大师就说是真的 都会骗您钱 你不懂 你不懂 别在这瞎白话 我 我可不 好好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真的其实不太懂 我这瞎说 咱说课程的事 我哪有心情给你上课呀 别说 黄总 您看 您这画是真的 这瞎说 您没听我的呢 不懂就走 别走 走 走 黄总 黄总 你这画真的还不行吗 兄妹 这怎么这是搬家呀 搬家 搬什么家呀 不是 不是 这是干吗呀这是 公司倒闭了 公司咋就倒闭了呢 不知道啊 那个钱总呢 钱总不知道啊 带现实走了 钱总 是你呀 我还以为讨债 不是 这 这 这 怎么了 你还来干吗呀 你没看你公司都倒闭了 啊 我报不上你的客人呢 怎么就倒闭了呢 哎 冒进了 大意了 华东华南 市场进错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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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藏着干啥啊 我不蹲这儿 我等着挨打呀 你看外面都是讨债的 这 刚才他们这帮的东西都走了 啊 走了 走了 明天我 我骗你干啥 哎呀 我可走了 来来来 兄弟咱也吃吃饭了 这我一下子也饿死我了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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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周伯 周伯你看我最近是不是黑眼圈特别严重 是吗 看看吧 哦 还真是的 不过那个吴医生 有事没事老给我打电话 半夜还给我发骚扰信息呢 是吗 嗯 那他这单咱不做 那不行 多可惜啊 谢谢 谢谢 我都跟这么久了 什么可惜的 嗯 这个 不可惜啊 我在旁边听了一句 不可惜不可惜 就叫 为这样一人 你 你要再把 这人搭电你的的话 得不偿失了 你这 你脏活里活你就让我来 我我替你 哎 我说老虞 嗯 你这什么意思啊 明目睁的 抢单是什么 这 什么抢单 这怎么能是抢单的这个 我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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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很明确了 是不是 就是抢单 你明白了 哎 有没有人管了 李大根呢 哎 行行行 这这这事你别别别别别 让我们队长知道了 就当我没说 嗯 有他这什么事啊 晓晓 我觉着吧 我应该跟你说点发自废许的话 老虞这样人吧 除了工作能力差点 嗯 我觉得他人品还不错 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你能不能行 我心里指着你 哎呀 我一回啊 这回啊 我会大转一步 没想到 赔大了 这几天前啊 我还是钱总 开着包马 手下呢 还有十几个员工 没想到 一夜之间啊 我成了穷光蛋 那你这事你得找 失败的经验教训啊 哎呀 啥经验教训啊 哎 我也不会说 我也不会分析 这样吧 你去听听我们那个九龄的课 你就知道了 公司都垮了 听课又有什么用啊 再说啊 能听出什么来 你得听出来 你你到底失败在哪儿 你为什么失败 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了 你下回在办公司的时候 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你是说 我还能再起来 再办公司 那当然了 你去听课的时候呢 你就把你的经历啊 给大伙分享 给大伙讲一讲 然后呢 同学啊和老师啊 就会帮你出很多主意 还会帮你设定 你专业的这个商业方案 哎 我们公司还有叫落地师 落地师 你可能不懂 其实我也不太懂 但是落地师呢 就会到你的企业 针对你企业的问题 给你企业提出很大的建议 真像你说的有这么好 是啊 前一阵就有一个客户 哎这客户奇了怪了 开一家公司 是黄一家公司 开一家公司 是陪一家公司 结果去听课 找到了自己的不足 后来还请那个专家 就是我们那儿有那个专家 为你的企业就像会诊 像医生一样 给你的企业看病 然后找出他的错误 现在开得可好可厉害了 我马上就要上市了 不知谁在逃跑 不知谁在逃跑 借口不用多好 看不见也不必烦恼 很想被毒药 心要停跳 这一切不该无可救药 是非不必明了 如何才能忘掉 不面对也不必吵闹 爱能否成为依靠 爱能否成为依靠 恨是否承受不了 恨是否承受不了 爱恨之间 爱恨之间的吵闹 真的不再 不再需要 爱能否再多一秒 爱能否再多一秒 恨是否越来越少 恨是否越来越少 爱恨之间 爱恨之间的微笑 再多一些拥抱 爱恨之间 爱是否 诚思诚 恨之间 恨之间 爱是否 我不爱 爱也不死